经过花莲市公所多年来的努力 部落族人期盼十多年的梦想 终于是美梦成真了 花莲市第一座原住民部落聚会所 26号下午在大本部落正式启用 县长徐正卫、市长魏嘉贤 还有原住民主委员会的主委 一将拔路儿等人 一起到现场给予诚挚祝福 也为聚会所启用节拍 26号下午 花莲县长徐正卫、市长魏嘉贤 以及原民会主委一将拔路儿 与各位头目们 在大本部落成天圣头目的引导下 以原住民传统记忆向祖灵祈福 并且在仪式结束过后 也邀请贵宾们 一同为花莲市第一座部落聚会所 启用节拍 掌声鼓励 大本部落聚会所 接拍一次 看见部落文化聚会所启用 市长魏嘉贤表示 他的心情是相当雀跃 因为这是花莲市相当重要的一件喜事 为什么说大本部落所 聚会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花莲市因为土地非常非常的稀少 能够盖建物的地方 也真的非常非常少 所以在克服了万难之后 我们很感动 看到部落第一个家已经有了 我们再次给我们大本部落的 大本部落聚会所是花莲市第一个利用花东基金 新建的聚会所 县长徐贞卫也期盼 圆明会的继续支持 才能让更多聚会所的新建工程 得以顺利进行 能用花莲县政府我们教育处 我们的学校的空间 我们都尽量来释出 让我们部落的局人 族人和我们的娃娃 能够一起来共荣共好 而也能够做到老少共学文化传承 我们已经补助花莲县政府 总共有四亿五千多万的费用 来进行三十亿座的部落聚会所 其他的花莲市还有五座的聚会所的用地 我们都结合学校结合公园 来让他们完成未来 已经核定了五座的部落聚会所 我相信对我们花莲市 一万多人的住人来讲的话 他们会期待 聚会所一个一个把它盖好 部落族人期盼这座聚会所 已经等了十多年 如今终于可以实现梦想 让即将卸任头目职务的陈天胜 是相当开心 完成了 但是我的心已经都蛮高兴的 我的心愿已经完成了 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花莲市公所在启用仪式结束过后 也在现场举行原住民族日 部落一起传承美好世纪活动 有13个部落族人 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 还有在地特色的美食市集 亲子集文创首作DIY等活动 场面相当热闹 也相约大家明年再相见 记者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